第211张软柿子 宁成 这个平时低调 只知道修炼的五疯子 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说三十招之内败白赤 就是三十招之内败白赤 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白赤 这就是你的实力 实在让人失望 从今往后 你退出十大高手之列 你的排名将由我继承 宁成大声道 白赤牙关紧咬 脸色铁青 但却无法反驳 他本来就排在十大高手第十 如今被人战败 自然就该退出十大高手的排名 由宁成取代 还有 这处别怨 你也没有资格住了 限你三天之内搬出去 宁成大笑道 什么 你不要欺人太甚 白赤怒吼 欺人太甚 你打我弟弟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想 无非就是自以为实力强 可以任意欺辱别人而已 现在 我的实力比你强 我就是欺你怎么了 宁成非常强势 冷笑道 你 白赤怒急 但是却无话可说 哈哈 二妹 小弟 我们走 宁成大笑 转身向外走去 哼 现在怎么不拽了 废物一个 宁峰撇撇嘴 轻蔑地看了白赤与白龙一眼 白赤与白龙差点被气歪了嘴 眼睛都气得突出来了 宁成三兄妹穿过人群而去 四周的人 看到白赤如此狼狈 有些幸灾乐祸 白赤兄弟俩 平时得罪的人可不少 看什么看 再看 小心挖出你们的双眼 白龙抱吼一声 目光扫视全场 四周的人群不由的低下了头 心中却是鄙夷 刚刚在宁成面前 怎么不见嚣张 现在宁成走了 就开始嚣张起来了 白龙目光扫视全场 陡然 他眼睛一瞪 露出争鸣之色 指向路明这个方向 叫道 是你这个小杂碎 都是你这个杂碎害的 大哥 当日打伤我的 就是这个杂碎 白龙指着路明大叫 路明身边的人大害 急忙后退几步 远离路明 如此一来 路明就显露出来了 就是这个小子 白赤的目光看向了路明 眼神中 尽是冰冷的杀鸡 赤的 这一刻 他对路明的杀鸡 无比的浓郁 他认为 他之所以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当众被明成击败 还狠狠地羞辱他 都是拜路明所赐 如果不是路明打伤白龙 他又怎么可能去地缘洞 找路明的麻烦 又怎么会打伤明风 把明成引来 这一刻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路明头上 他心里对路明的杀鸡 比对明成还重 该死 这个小子该死 白赤怒吼 白学长 你要的这个小子 我们已经帮你带来了 这时 流马子挤出人群 向白赤道 脚砸碎 过来 跪下 当众向我磕一百个头 向我认错 快点 白赤指着路明大喝 今日受到的屈辱 他要在路明身上找回来 也要让别人知道 他白赤 依然是一个强者 人所敬畏的强者 路明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丝冷笑 白赤的心思 他如何看不出 这是拿他当软柿子了 但 路明他是软柿子吗 路明随意跨出一步 看向白龙 道 怎么 当初被教训的还不够 现在又想找虐 白龙脸上露出一丝 争鸣之色 道 小子 当初你是夹在我身上的 今日我要十倍的拿回来 十倍拿回去 就凭你 还是凭你这个刚刚被人轻易击败的大哥 路明淡淡的笑道 扫了白赤一眼 瞬间 白赤的脸色就变了 变得无比难看 脸上的肌肉一个劲的抖 眼中露出了冰冷无比的杀鸡 刚刚那件事 被他视为奇耻大辱 但路明现在偏偏还提 这是当众接他的伤疤 而全场也隐隐传出一阵到稀凉气的声音 路明的胆子太大了吧 居然敢当众这么说白赤 完了 众人心想 路明完了 白赤绝不会放过他的 果然 白赤脸色争鸣 看着路明 冰冷的声音传出 小杂碎 今天我不打断你全身的骨头 我就不叫白赤 改叫白赤好了 很顺口不是吗 也和你很配 路明笑盈盈的道 啊 找死 白赤再也忍不住了 大吼一声 向着路明扑杀而去 白蛇化龙掌 一出手 白赤就用出了绝招 一条白色巨龙 怒吼的扑向路明 灵力的气息 狂涌而出 弥漫全场 许多人感觉到恐怖的压力 脸色大变的后退 白赤虽然被明承击败了 但并没有受多重的伤 一身实力 并没有减弱 依然恐怖无比 众人惊骇 心里清楚 白赤之所以被明承轻易击败 并非白赤弱 而是明承太强了 那小子 不会被一掌拍成肉饼吧 许多人心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雕虫小记 淡淡的声音从目明口中发出 随后 目明手中发光 凝聚出一杆长枪 一枪扫出 碰 长枪扫在白色巨龙上 直接将白色巨龙击成粉碎 白赤闷哼一声 脸色大变 身体急速后退 连退了十几步 才站稳身形 这 这 人群一阵目瞪口呆 瞪大着眼睛 看着这一幕 退了 白赤居然后退了 被陆明一招轰退 这这么可能 有些人甚至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以为自己看错了 折磨画龙掌 我看是画虫掌还差不多 陆明淡淡道 你 看招 白赤差点被气得吐血 怒吼一声 继续向陆明扑杀而去 白蛇画龙掌 一掌画石龙 白赤双掌连续派出 使出了与明城激战的最强绝招 三招拜你 陆明长笑 手一动 阵妖枪出现在手中 秋 秋 陆明一枪刺出 阵妖枪化为十道枪影 速度之快 就如空中瞬间出现了十道闪电一般 随后 空中响起了十道轰鸣声 白赤轰出的十条白色巨龙 全部被陆明击溃 这是第一招 接下来 第二招 龙不得众人震惊 陆明第二招 紧接着施展而出 秋 黑乎乎的震腰枪 洞穿了空气 瞬间向着白赤刺去 好快 太快了 白赤心里惊恐的大吼 使出吃奶的力气 双掌连拍 瞬间拍出数十掌 恐怖的掌力覆盖前方 第212章三招 但 扑 陆明的长枪刺过 那些掌力全部崩溃 白赤脸色狂变 疯狂的后腿 抓 抓 人群之外 明成 明珠 明峰 三人去而复返 急速的向着这边掠来 简然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才折返的 那是天云大哥 天云大哥 太强了 居然逼得白赤狂退 明峰惊喜的大叫起来 明珠也惊喜的看着 而明成 眼中则带着震惊 第三招 淡淡的声音 又从陆明口中传出 秋 第三枪 刺出 这一枪 枪尖上 带着淡淡的青色光芒 一股灵动飘逸 但极其锋利的气息弥漫而出 空间好像被刺穿了 出现了一道青色的痕迹 只见痕迹 不见枪 太快了 扑痴 白赤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陆明的枪尖 就刺穿了他的肩膀 直接将白赤钉在地上 全场的人都愣在那里 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 啊 啊 直到白赤发出凄厉的惨叫 众人才惊醒过来 嘶嘶 嘴急 便是一声声道 稀凉气的声音响起 三招 真的是三招 陆明就将白赤钉在地上 太强了 实在太强了 众人心里狂吼 就算是白赤都看得出来 白赤在陆明手中 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青年 是哪里冒出来的 迟力也太恐怖吧 今天 先是出了一个名城 三十招之内打败白赤 让众人知道 所谓的外殿十大高手 并非绝对不可战胜的 外殿之中 卧虎藏龙 还隐藏着很多高手 而接着 陆明出手 更是夸张 三招直接将白赤钉在地上 更加让人确信 外殿之中 隐藏着很多高手 是 那是是 刚才他施展的是风之士 突然 有人叫了起来 外殿之中 不乏高手 自然有人认出了 陆明施展的风之士 陆明刚才确实施展了风之士 施展风之士 让陆明出枪的速度快到极致 什么 居然是风之士 他才多大 而且修为还在大武师之境 就领悟了是 可怕 天才 绝顶天才 就算是在五大宗门 那也是少有的绝世天才 此周 传出一阵激烈的议论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陆明 陆明微微一笑 风之士 不过是他前段时间领悟的而已 要是众人知道他还领悟了火之士 而且早已经小成 不知道会震惊到什么样子 是 天云大哥居然已经领悟了事 人群中 明风也张大了嘴巴 震惊不已 二妹 小弟 他就是你们说的天云 果然是绝顶天才 哈哈 以后我一定要找他切磋切磋 明成咧嘴笑道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白龙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尽是难以置信之色 口中不停地低语 似乎很难接受这一切 为什么不可能的 天才高手何其多 就凭你们兄弟这样的货色 算得了什么 露明淡淡地道 白痴这样的天才 还真的没有放在他的眼中 他估计 白痴的天才程度 要是放在玄圆剑派 应该和青铜榜上十几名差不多 以他如今的战力 面对这个级别的天才 跨越几个级别而战 没有什么难度 啊 白痴大吼 奋力地挣扎 眼中露出屈辱的表情 叫什么叫 忘了告诉你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喜欢把别人想施加在我身上的事情 人原本本地还回去 刚才 你好像扬言要打断我全身的骨头啊 呵呵 露明呵呵笑道 声音不大 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冰冷之意 不由的浑身一颤 白痴眼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大叫道 不 不要 嗡 露明手掌一阵 长枪猛然一抖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长枪涌出 冲进白痴的身体 卡卡 白痴身上 响起了一阵炒豆般的声音 白痴发出凄厉的惨叫 全身的骨头 瞬间被露明鸡的粉碎 全场接近 随后就是一股刺骨的含义 从背脊弥漫而出 狠 太狠了 露明居然真的打断了白痴的骨头 但也一大部分人心里大爽 极为痛快 完全认同露明 舞者 当如此 露明眼神平静 没有丝毫的不忍之色 如果今日他败了 落在白痴的手上 白痴也绝对会打断他的骨头 他不狠 别人就会对他狠 这个世界 弱肉强食 本来如此 大 大哥 边上 白龙的身体抖个不停 脸色苍白 没有丝毫的血色 说话都在打颤 露明的目光扫向他 白龙大叫一声不要 直接瘫软在地上 滚 露明冷喝一声 白龙身体一抖 猛然挣扎的起身 就要向外跑去 滚回来 把你大哥带走 露明呵斥 白龙又急忙奔回 扶着白痴 亮呛的离开了 天云大哥 天云大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太崇拜你了 此时 明峰大叫的挤进了人群 向露明跑来 在他身后 跟着明珠与明城 明峰 之前都是我连累了你 被白痴打伤 露明道 这怎么能怪天云大哥 是我胸围太弱而已 而且今天 天云大哥不是狠狠地教训了白痴 为我出气了吗 明峰道 咳咳 明峰背后 明城单可几声 啊 当然 还有我敬爱的大哥 也狠狠教训了白痴 为我这个小弟出气 小弟感谢大哥 明峰眼珠一转 连忙笑道 你这个家伙 明城笑骂 然后看向陆明 一抱拳 道 在下明城 是明珠与明峰的大哥 刚听他们俩说起你 没想到 天云兄弟真是绝世天才 明某佩服 明兄过奖了 侥幸而已 陆明一笑道 天云兄弟何必自迁 这样吧 百日我们切磋切磋 怎么样 明城一脸期待地看着陆明 而明珠与明峰则是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可以 陆明没有拒绝 好 痛快 哈哈 明城大笑道 走 今日得见天云兄弟 大感有缘 当大喝一场 我请客 明城大笑道 陆明没有拒绝 在黄都 能多交几个朋友 总是好的 今人找了一家酒楼 大喝一场 回来时 已经是深夜 一夜无话 第二日一早 一个老者来到陆明的宿舍 天云 我家少爷要见你 老者道 第213章八皇子 你家少爷 陆明一愣 谁会请他 难道是江心殿的其他学员 陆明皱眉 想要拒绝 老者一笑 道 天云公子 你不用急着拒绝 我家公子说了 他是你的一位故人 故人 陆明更加疑惑了 他在黄都哪有什么故人 突然 陆明想到了一个人 华池 但他现在是一荣的 改名天云 又怎么可能是华池 陆明心里非常好奇 好 我和你去 陆明沉思了一下 点头道 请 老者露出了笑容 陆明和老者出了江心殿 在江心殿的大门口 已经有一辆豪华的马车等候 马车的马 不是普通的马 而是骄马 体格强壮 头长独角 浑身不满鳞片 骄马 传说具有骄龙的血脉 能日行十万里 是非常珍贵的座技 而这辆马车 却有三匹骄马拉车 马车的主人绝对不一般 登上马车 车夫一声吆喝 马车如旋风一般冲出 陆明坐在马车里面 非常平稳 一点也不感觉颠簸 而那个老者则坐在陆明对面 不言不语 闭目仰神起来 不久 马车停了下来 到了 天云公子 请 老者睁开了双眼 微微一笑 陆明点点头 走下了马车 但却被眼前的警务震了一下 他们停留在一块宽阔的广场上 广场上 停着非常多辆马车 每一辆马车 都非常豪华 拉车的 大多数是奇珍异寿 广场前面 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建筑 高墙矗立 金碧辉煌 高墙上 大门口 有一排排身穿铁甲的军士在巡逻 每一个军士身上都散发出不弱的气息 这是皇宫 陆明眸光一动 微微吃了一惊 天云公子 请吧 老者抬手道 你家公子 到底是谁 陆明再次猝眉问 老者微微一笑 露出温和的笑容 道 也不瞒天云公子 我家公子 乃是当今八皇子殿下 八皇子 陆明一愣 他可从来不认识什么八皇子 天云公子 请吧 老者再次道 好 陆明心念一动 随后道 管他是不是什么八皇子 见就见 陆明可不是胆小怕事之人 跟着老者 轻而易举地走进皇宫大门 向着里面而去 皇宫实在太大了 亭台楼阁 数不胜数 连绵不绝 身穿铁甲的护卫来回巡视 戒备森严 陆明还隐隐感觉其中有不少强大的气息在隐符 如一头头沉睡的真笼 一旦爆发 恐怖无比 陆明心里一领 看来 皇室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弱 依然有着强大的实力 不容小觑 跟着老者 绕来绕去 不知道走了多远 来到一座院落之中 院落很大 百花齐放 花香扑鼻 院落中间 有一面小湖 骨水清澈 如一面镜子一般 在小湖边 有一座凉亭 此时 凉亭中的浴桌上 摆放着几个精致的小菜和美酒 凉亭中 一个身穿紫色蛟龙袍 腰缠玉带 身姿修长的身影站在那里 他背负着双手 背对着陆明等人 看着小湖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老者来到这个身影后 躬身行礼 道 殿下 天云公子已经到了 身影微微移动 似乎反应过来 随后缓缓转身 恩 当看到这个人的样貌之后 陆明瞳孔猛的一说 华池 这个人居然是华池 华池居然是八皇子 当今皇室 不就是姓华吗 只是天下姓华的和其多 他以前从未想过 华池会是皇室中人 而且还是八皇子 陆明 好久不见 八皇子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道 陆明一正 随后一抱拳道 八皇子 恐故你认错人了吧 我叫天云 并非陆明 华池一笑 道 昨日你与白痴一战 我刚好在场 陆明 你瞒得过别人 又岂能瞒得过我 特别是你大战的那种气质 他人又岂能模仿 陆明苦笑 他虽然易了容 但华池对他神态声音都太熟悉了 自然很难瞒住 卡卡 陆明身体如动起来 骨骼挪动 体型恢复了原样 随后伸手在脸上一抹 露出了俊秀的脸庞 华池 我也没想到 你居然是烈日帝国八皇子 陆明笑道 八皇子又能怎么样 华池叹了口气 接着一挥手 道 陆明 来请坐我们喝一杯 两人相对而坐 华池为陆明道上酒 陆明没有丝毫的客气 一饮而尽 陆明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玄圆剑派 真是让人失望 华池干了一杯 叹息一声 哈哈 有什么好失望的 端木家族 我迟早要灭之 道是你 你贵为八皇子 我实在想不通 你怎么会跑到玄圆剑派去 陆明哈哈一笑 随后问道 华池沉默 两酒 悠悠一叹 陆明 想必你多少也知道一些我皇室的历史 与现在的处境吧 华池道 陆明点头 我烈日皇室 当初何等强盛 天下来归 万宗来朝 五大宗门 在皇室面前 也要战战兢兢 可惜 后来皇室内乱 实力大损 宗门崛起 特别是十方剑派 狼子野心 一举控制了当初的皇帝 携天子以令诸侯 以正统之名 号令天下 故而才能快速崛起 越来越强 这八百年来 称霸烈日帝国 成为最强宗门 但 我皇室才是正统 绝不能被十方剑派这等低劣的宗门控制 说到这里 华池眼中闪烁着惊人的光芒 那是一种执着与信念 但随后 又化为一探 道 可惜 如今一日帝国子民 只知道五大宗门 几乎所有的天才 都被五大宗门招收而去 所以 皇室才成立江心殿 目的就是培养自己的势力 陆明眸光一动 问道 不错 华池回答 这么明显 十方剑派不知道 陆明问 十方剑派当然知道 但或许他们不放在心上吧 认为这样做无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皇室也不是吃素的 十方剑派 也不敢太过分 华池道 不敢太过分 以十方剑派如今的实力 如果要灭皇室 应该不难吧 陆明问道 第214章皇室密文 自从来到皇都之后 他感觉皇室与十方剑派的关系很微妙 不像传说中十方剑派完全控制皇室的样子 十方剑派是有这个实力 但不敢 虽然 我皇室没落了 但毕竟还是正统 假如十方剑派灭我皇室 另外四大宗门就会联手 群起而攻之 说来可悲 十方剑派怕的不是我皇室 而是其他四大宗门 华池叹道 陆明心里一动 原来如此 但 十方剑派狼子野心 一直在皇室中扶持自己的人 想要慢慢蚕食皇室的反抗之力 到最后达到真正完全控制的目的 到时候 皇室的一切 可真的归十方剑派所有了 如今 皇室之中分为两派 一派是坚决抵抗的 但另外一派 却主张投靠十方剑派 真是皇室的耻辱 败类 尤其是那阵天王 更是如此 华池咬牙切齿道 陆明静静地听着 没想到这中间 有那么多密文 华池显然是很相信他 才把这么多秘密告诉他的 我本来想加入玄源剑派 看将来能不能借助玄源剑派的力量 与十方剑派对抗 现在看来 这方法根本不可行 还不如老老实实在 黄兜积累自己的力量 陆明 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能答应 说到这里 华池突然朝陆明一拜 你这是干什么 陆明一挥手 一股力量涌出 拖起华池 你我朋友 有什么话 直说 陆明道 陆明 我希望你能帮我 帮我一起灭掉十方剑派 华池眼中闪烁着惊人的杀鸡 帮你灭掉十方剑派 陆明眉头微微促起 陆明 我知道你天资爵士 乃是人中之龙 将来肯定不会困守在 烈日帝国这小小的一鱼之地的 你有更广阔的舞台 我不会要求你加入皇室 只希望你将来强大的时候 能助我一臂之力 华池道 好 我答应你 陆明思索了一下道 首先 华池是他的朋友 还有 他跌入云天很可能是落在十方剑派手里 如果为真 他与十方剑派就是死仇 迟早要对上 答应华池也无妨 好 太好了 华池狂喜 陆明的天赋 他最清楚 只要陆明成长起来 将来跨入五王都有可能 有陆明相助 大势可期 他自然兴奋 滑持手一动 一块金牌出现在手中 递给陆明道 陆明 现在你是群星殿的人了 凭此令牌 以后将星殿七大修炼圣地 你可任意出入 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可任意出入七大修炼圣地 陆明眼睛一亮 毫不客气地接过金色令牌 还有 群星殿是什么 陆明问 华池脸色挂着笑容 显然开心了不少 道陆明 江星殿 什么人都招 要求这么低 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 一个人进入江星殿 我皇室就会派人一直观察 判断此人是不是五大宗门之人 能不能为我皇室所用 经过一系列的观察 确定此人能为我皇室所用 且有强大的天赋 就会招收进群星殿 群星殿 才是江星殿的核心 也会全力受到皇室的培养 现在很多镇守边关的大将 就是群星殿出来的 也是我皇室对抗十方剑派的底牌 说到这里 华池鸣鸣嘴 继续道 当然 江星殿还有一个核心 那就是暗星堂 什么暗星堂属于皇室 陆明大吃一惊 暗星堂和尹郎阁齐鸣 同为烈日帝国四大杀手组织之一 陆明万万没想到 暗星堂居然属于皇室 陆明 这件事极少有人知道 你切不可说出去 不然 十方剑派可能会有大动作 华池道 我自然不会说 陆明道 其实 烈日帝国四大杀手组织 有两个都是十方剑派培养出来的 那就是学宇楼与尹郎阁 还有一个最神秘的冥王府 我都不知道他背后是谁 华池道 什么 尹郎阁属于十方剑派 陆明大吃一惊 端木家族 屡屡派出尹郎阁的杀手杀他 他本来还以为 尹郎阁是玄元剑派背后支持的呢 没想到居然是十方剑派支持的 属于十方剑派 端木家族怎么叫得动 或许尹郎阁只要给钱就办事 还是 端木家族与尹郎阁 或者说是与十方剑派有说不清的关系 陆明 你有什么发现 华池问道 没什么 陆明摇头 没有把自己的猜想说出来 华池 我也有件事 想要你帮忙 陆明神情一动 忽然道 什么事 只要我能帮上 必定全力相助 华池道 我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我父亲 当即 陆明没有隐瞒 把陆云天可能在黄都 在十方剑派手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居然有这样的隐情 陆明你放心 我一定发动全部的力量 帮你调查 只要陆伯父还在黄都 就算把黄都翻个底朝天 也要帮你找到 华池斩钉截铁的道 多谢 有华池帮助 陆明大大出了一口气 心里总算有了些底 华池乃黄是八皇子 在黄都 能量绝对不小 有他帮助 总比他一个人如无头苍蝇的调查 要强千百倍 接下来 两人边喝边聊 很快 久过三旬 陆明向华池告辞 陆明 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告诉你了 两个月后 黄是将和十方剑派一起开启一座卫面 去收割里面的宝物和资源 到时你要不要一起去 在里面 可是能得到对觉醒第二血脉 有巨大帮助的宝物的 华池忽然道 对觉醒第二血脉 有巨大帮助的宝物 去 当然去 陆明眼睛一亮 第二血脉的觉醒 重中之重 任何能够帮助觉醒第二血脉的宝物 都不容错过 好 其实你打败了白痴 到时肯定有你的名额 华池笑道 全集陆明告辞 又恢复了天云的模样 回到了江星殿 希望能尽快得知父亲的消息吧 陆明盘膝坐于床上 心中思索 他心里隐隐有种感觉 历日帝国现在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各方相争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他必须尽快找到陆云天 还有就是 提升实力 第215章戒风修炼 第二天一早 陆明就走出了房门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神风谷 两个月后 如果要进入魏面 绝对会和十方剑派的绝顶天才碰上 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 而如今 火之势距离大成 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两个月的时间 是远远不够的 就算在地原动修炼也不够 倒不如全力领悟风之士 如果风之士能够小成的话 那他的战力短时间内就能暴增 神风谷 在江心殿北部一片巨大的山谷中 没错 这不是一条山谷 而是一片山谷 其中 山谷密密麻麻 纵横交错 数量非常多 如果从天空俯视能发现 这些山谷就好像有一个爵士高手 以乱刀砍出来的 这些山谷中 狂风呼啸 飓风狂卷 有些飓风能将钢铁撕扯的粉碎 恐怖无比 但也是修炼风属性武技 甚至领悟风之士最好的场所 陆明来到神风谷口 就能听到里面狂风发出呼啸的声音 不仅陆明来此 同时 还有几个青年也一同来此 进入神风谷修炼 一天十块铃金 你需要进去几天 神风谷口 一个壮汉看向其中一个青年 冷声道 十块铃金才一天 这也太贵了吧 那个青年大叫道 钱贵 贤贵赶紧走 没有人求着你来此修炼 壮汉冷冷地扫了青年一眼 随后不再鸟他 看向了其他人 其他人无奈 纷纷拿出铃金 我需要修炼十天 一个青年拿出一百块铃金交给壮汉 我半个月 不 还是十天吧 另外一个青年一脸肉痛地掏出一百块铃金 壮汉沉着脸 一一收好 然后登记了一下 你呢 需要几天 壮汉看向陆明 你看看这个 陆明手一动 滑齿给的金色令牌出现 那个壮汉一见到金色令牌 脸色陡然一变 露出温和的笑容 道 你请进 无需交纳铃金 想修炼多久都可以 陆明收起令牌 微微一笑 看来这令牌还真管用 等一下 我不服 凭什么他不用铃金就能进入 而且还能想修炼多久就修炼多久 不公平 一个青年叫了起来 闭嘴 赵汉冷喝 身上腾起一股浩瀚如海的气息 盯着那个青年 道 你没有看到他的令牌吗 就凭此令牌 他的身份就比你高贵十倍百倍 还有 别在老子面前提公平 这个世界 本来就不公平 一切都要靠实力 没实力 就给我闭嘴 赵汉冷喝 令得那几个青年脸色大变 闭嘴不敢说话 一脸羡慕的看着陆明 陆明苦笑 摸了摸鼻子 大步走进神风谷 呼呼 一走进神风谷 就感觉到恐怖的呼啸声 一股股狂风迎面吹来 陆明的身体都要吹飘起来 陆明运转真气 身上光芒一闪 顿时身体不动如山 任狂风再大 也休想动他分毫 这才刚入骨而已 就有这么大的狂风 这里果然是修炼风属性武技 以及领悟风之士的好地方 没有停留 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 这条山谷就到了尽头 左右两边 各出现一条山谷 狂风更加猛烈了 陆明想也没想 就选狂风最强的一边走去 就这样 陆明东拐西拐 走过七八条山谷 这里 狂风之强 已经非常恐怖了 强劲的狂风席卷 甚至在空中凝聚出一道道风刃 风刃如刀 不断地撞击在陆明的护体真气上 让陆明的护体真气荡漾起一阵阵波澜 好恐怖的风刃 这里的风刃 已经相当于一个五十亿宠武者的权力一击了 这么多风刃就像是一大群五十亿宠武者不断地向陆明发起攻击 陆明体内的真气在快速地消耗着 这里不仅能领悟风之势 修炼古顿绝也能事半功倍啊 陆明眼睛一亮 随后 他身前凝聚出两面古老的盾牌 当当那些风刃不断地轰击在盾牌上 但是盾牌纹丝不动 威力不够 去更深的地方 陆明继续往前走 而风刃的威力也越来越强 相当于五十二重权力一击 接着是五十三重 五十四重 当陆明又走过十多条山谷之后 这里风刃的威力 已经相当于大五十亿宠武者权力一击了 相当于大五十亿宠的攻击 这是何等恐怖 就算是钢铁瞬间就被被撕扯成粉碎 最重要的是 这里的风刃不是一道两道 而是密密麻麻 不断地轰击而来 当当 风刃轰击在古顿上 响起阵阵打铁的声音 火星四射 陆明身前的古顿 不停地震动起来 特别是要防备着四面八方的风刃 两块古顿 是完全不够的 陆明心神完全沉浸到其中 一边不停地操控古顿 上下飞舞 抵挡风刃 一边细细感受着四中风之变化 这就等于 陆明一边修炼古顿诀 一边领悟风之士 这样修炼 提升的速度是恐怖的 但是 对于陆明真气消耗 也是极其巨大的 以陆明远超普通人的真气雄厚凝念度 也只是修炼了一个小时 就不得不退出这里 要是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这样修炼 退出这里后 陆明就一边参悟三道掌 一边恢复真气 等真气恢复之后 陆明又进入到那条山谷 继续进行高强度的修炼 一个月以后 古顿诀率先突破 进入第三个层次 而风之士 进步也极为快速 虽然没有达到小成 但也不远了 倒是三道掌 还是没有修炼成功 但陆明感觉快乐 连续修炼了一个月 出去休息两天 随后 陆明离开了神风谷 回到住处后不久 明风和明珠 还有明成就找到了陆明 天云 人人都说我是五疯子 我看你比我更疯 一天到晚都在修炼 连人影都看不到 明成看到陆明 就噼里啪啦的叫道 陆明苦笑 天云大哥 你这一次 肯定要进入学以秘境吧 明风道 学以秘境 陆明微微一愣 随后灵光一闪 莫非就是华池说的 与十方剑派一起进入的那个位面 第216章 学以秘境 天云大哥你难道不知道 果然是修炼狂人 明风有些无语的撇撇嘴 接着又道 学以秘境 是由皇室和十方剑派 共同掌控的一个位面 三年开启一次 一个月后 就是三年之期了 江星殿已经下达的命令 凡是大武师三重以上的 包含大武师三重的 都要参加 而大武师三重以下的 如果战力达到大武师三重 也可以参加 现在许多大武师二重的舞者 都在拼命的修炼 期望能达到大武师三重 进入学以秘境 毕竟 这可是大机缘 谁都不想错过 天云大哥你居然不知道 明风说完 接着撇嘴 果然和华池说的是同一件事 陆明心道 我当然听说过 我自然要参加的 陆明笑道 进入学以秘境 大武师七重以上的舞者 是进不去的 到时以天云兄的战力 一定会有大收获 不过 还是要当心十方剑派的人 因为 每一次 十方剑派的弟子 都会大肆猎杀江心殿的天才 明珠审声道 哼 十方剑派的人最好不要惹我 否则 来一个 我杀一个 明诚冷哼 眼中杀鸡一闪 而陆明则心里一动 问道 大武师七重以上 真的不能参加 是的 我也是听说 据说那个秘境 乃是一个新诞生不久的未免 估计也就万年左右 天地法则很不完善 修为越高 排斥越大 修为达到大武师七重以上的 一进入 就会排斥出来 明珠解释道 原来如此 陆明嘴角泛起了笑意 大武师七重以上进不去 就算十方剑派的弟子 再天才 再强 他也无据 天云 我等了你好久了 来来 我们切磋一下 此时 明诚嚷嚷起来 丁卓陆明 满是战意 好啊 陆明笑咪咪的道 接着 几人找了一处宽阔的地方 几分钟后 啊 啊 天云 你这个变态 我不和你打了 我再也不找你切磋了 你这个变态 明诚惨叫 鼻青脸肿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脸忧愿的看着陆明 陆明无语 心里道 这可是你自己硬要找我切磋的啊 明峰与明珠在一边看的目瞪口呆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大哥被揍得这么惨 也叫得这么惨 还大叫着以后不找陆明切磋了 这可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啊 别啊 明诚兄 我和你切磋 收获还挺大的 改天继续 大不了我下手轻点 陆明道 你 啊 我肚子痛 我要先走了 明诚差点哭了 捂着肚子狂奔 转眼失去了踪影 后面 陆明 明峰 明珠三人目瞪口呆的看着 这还是我大哥吗 我不会认错人了吧 明峰嘀咕 不是你认错人了 还是某人太变态了 明珠白了陆明一眼 陆明苦笑 这段时间 将心殿修炼气氛极其浓郁 所有有希望进入学以秘境的人 都在苦修 以期望战力提升 在学以秘境中获得更大的收获 陆明休息了两天 再次回到神风谷 发现前来神风谷修炼的人多了很多 神风谷那纵横交错的山谷中 隔一段就能看到一个人影 陆明来到上次修炼的地方 这里没有一个人影 没有人能在这里修炼 这正和陆明心意 没有人打扰他 时间飞逝 转眼 就已经到了学以秘境开启的时间了 陆明提前一天出了神风谷 第二天 和明成一起 来到江心殿的武教场 江心殿要进入学以秘境的学员 都要到这里集合 很快 武教场就集合了120余人 这是江心殿进入学以秘境的所有人数了 每一个 修为都在大五师三重到大五师六重之间 抓刷 几个老者出现在空中 这一次的规矩 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些 我也不细说了 我现在主要说几点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红发老者开口 气息汹涌 生如红中 第一 学以秘境三年一开 这一次 又到了学以练卵的时候 学以之卵 乃是炼制炼血丹的最佳材料 其中 每三颗学以之卵 就能炼制出一颗炼血丹 而你们 只要将得到的学以之卵交给皇室 你们就能得到其中一半 也就是说 你们只要交六颗学以之卵 皇室就会给你们一颗炼血丹 炼血丹 居然是炼血丹 陆明心里一动 露出炽热的光芒 舞者觉醒第二血脉之前 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积累什么 就是积累血脉之气 觉脉之气积累的越雄厚 觉醒的第二血脉 就可能越高级 而炼血丹 就是能积累血脉之气的宝物 陆明明白了 之前华池说的能帮助 觉醒第二血脉的宝物 就是炼血丹 不仅是陆明 全场其他人 那些自认为能突破五宗之境的天才 眼中都露出了炽热的光芒 只要得到六颗血以之卵 就能换取一颗炼血丹 第二 我要告诫你们 你们一定要小心十方剑派的弟子 每一次秘境开启 十方剑派的弟子都会对江心殿展开猎杀 秘境之中 不禁止厮杀 不禁止掠夺 所以 你们一定要小心 红发老者的声音又响起 脸色有些凝重的告诫 哼 十方剑派的天才又怎么样 我岂会怕他们 有些学员信心很足 自信的道 好了 我要说的 就是这两点 其他的 就靠你们自己了 现在出发 前往学以逆境 红发老者话音落下 天空中响起了几声鸣叫 八支巨大的风行音降落下来 这八支风行音 比当初露鸣在东缺城剑岛的 还要大很多 风行音降落下来 众人腾空而起 纷纷跃上风行音的背上 随着八声长啸 风行音扶摇直上 向着北方而去 学以秘境地处黄都北方 距离黄都 大约两万里的距离 据说 学以秘境 本来是属于皇室 后来被十方剑派 强行占据了一部分权力 最后要求与皇室平分学以秘境 每隔三年 双方各自派出门下弟子 进入学以秘境 收割学以之卵 谁得到的 就归谁 这个条件看似公平 其实却一点也不公平 第217张扬在天 十方剑派实力何等强大 门下天才如云 高手如雨 就算是玄元剑派与之相比 都差了一大截 又何况是如今皇室 所以每一次学以秘境开启 大部分的学以之卵 都被十方剑派得去了 皇室这边 只能得到少部分而已 风行音速度极快 两万里的路程 半天就到了 这是一片颇为荒凉的荒林 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 只是稀稀疏疏的 藏着少许树木杂草 风行音降落在一块 稍微平坦的地方 红发老者等人当先跃下 其他人跟着跃下 十方剑派的人还没来 我们在此等一下 红发老者到 众人点头 刷刷 这时 有十多道身影高高跃起 跃上了一侧的十根十柱上 跃上十柱 盘膝而坐 陆明一眼就看到最外侧一根十柱上的人 居然是白赤 是外殿十大高手 这难道就是望静柱吗 肯定是了 只是那白赤居然还有脸跃上去 明成和天云 都比他强多了 脸皮真厚 次周传出一阵议论 望静柱 陆明疑惑 天云兄 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 只不过是普通的十柱而已 只是在上面更好可以遥望逆境 所以才称为望静柱 每一次也只有最强者才能登上 是实力的象征 边上 明成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陆明点头 随后又看向了对面 因为那里还有十几根十柱 但没有一人跃上 那里是十方剑派预定的地盘 那十几根望静柱 是十方剑派所有的 明成道 陆明恍然 难怪没有一人跃上 随后 目光扫向十柱上的人 这些人就是江心殿外电视大高手 白赤 你可真不要脸 居然还有脸占据一根望静柱 还不马上滚下来 此时 明成看向白赤 大声喝道 声音远远传出 使得白赤脸色涨得通红 明成 白赤暗恨 使劲咬了咬牙 但硬是没有下来 哈哈哈哈 白赤 你以为硬站着 你就是高手了 真不要脸 算了 我也不和你争 你要 就送给你吧 明成随意地挥了挥了手 吃笑道 哈哈哈哈 全场其他人也跟着爆笑起来 白赤差点被气得吐血 露鸣一笑 这种虚名之争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摇了摇头 随意找了一个地方盘膝而坐 等待起来 吃几分钟后 几声鸣叫响彻荒山 三只巨大的金色大鸟 出现在天空之中 这三只金色大鸟 羽翼展开 遮天蔽日 居然超过百米 恐怖无比 它们的羽翼 成金黄色 如黄金铸就 强大的气息 弥漫而出 如山月一般厚重 五宗级别的妖兽 露鸣脸色一变 这是小金鹏鸟 据说有神兽金翅大鸟鸟的血脉 十方剑派居然有这等异兽 而且一出还是三只 历日帝国第一宗门 真是恐怖 将新殿的一些学院 纷纷惊骇的叫了起来 嘎 小金鹏鸟大叫 声音直穿云霄 降落下来 哈哈 华飞熊 你倒是来得挺早 中间一只小金鹏鸟身上 传来一声大笑 随后几个老者 踏空而下 跟着 三只小金鹏鸟上 遇下一个个背负战舰的青年 这些青年 有男有女 皆气与轩昂 气势不凡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柄神剑 剑气透体而出 直冲云霄 足足有三百六十多人 这么多人 将心殿众人脸色揭视一变 红发老者脸色有些凝重 道只不过早来了几分钟而已 十方剑派为首的是一个销售老者 此时目光在将心殿众人一扫 哈哈一笑 道 这一次人数好像多了一点啊 小心不要全死在里面 那你们将心殿 好不容易招来的这些人 可要损失惨重了 红发老者脸色阴沉 冷声道 秋无智 这件事 就不劳你操心了 呵呵 是吗 那就一起去准备吧 秋无智冷笑道 走 红发老者一挥手 其他两个老者跟着他 向荒山深处飞去 秋无智带着十方剑派的几个长老 也 也向荒山深处而去 转眼消失不见 抓 抓 诸位老者走后 十方剑派那边身影闪动 有十几道身影跃上了望静柱 简然 这十几人 是十方剑派的绝顶强者 虽然修为都在大五十六中 但是散发的气息 却是恐怖至极 天云兄 你看到第一根石柱的那人了吗 宁城队陆明道 陆明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样貌英俊冷酷的青年 二十岁出头 一身白色剑客袍 背负着一柄手掌宽的巨剑 只是随意盘坐在那里 却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 是的 就连陆明都感觉到威胁 此人很有名 陆明问道 此人名为杨在天 是十方剑派中一个极其恐怖的绝世天才 此人在武师进的时候 就登上十方剑派青铜榜的第一名 且在武师九重时 成功领悟出世 在武师九重的时候 就多次击杀大武师级别的高手 碰到此人 一定要小心 明成脸色极其名重的道 能让明成如此郑重的人 可谓少之又少 十方剑派青铜榜第一吗 陆明低语 十方剑派十列日帝国第一宗门 其青铜榜第一 绝对非同小可 陆明眼中闪烁着战役 当然 十方剑派除了此人 其他有几个 也极其可怕 明成道 哈哈 这一次江新殿来的人倒是不少吗 三年前只有一百人不到 这一次 居然有一百二十人 就在这时 十方剑派中 响起了一道刺耳的声音 师弟 这你就错了 什么叫一百二十人 依我看 是一百二十个废物而已 另外一道声音跟着响起 哈哈哈哈 师兄说的不错 是一百二十个废物 没错 太正确了 十方剑派那里 立马响起了一阵哄笑 你们说什么 谁是废物 江新殿中 有人怒了 大吼道 哎呦 还发怒了 难道我说的不是吗 在年前 江新殿进去九十八人 出来的才二十三人 不是废物是什么 十方剑派的一个歪嘴青年走出 冷眼看向江新殿众人 这一次你们一百二十多人 可别全死在里面 歪嘴青年继续冷笑道 第218章我精神上支持你 十方剑派的歪嘴青年 一脸轻蔑的看着江新殿众人 可恶 居然如此轻视我等 江新殿众人一个个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看什么看 想动手啊 那就来吧 歪嘴青年目光斜视 挑衅的看着江新殿众人 青世 是果果的青世 江新殿众人目光喷火 但一时间没有人上前 毕竟 十方剑派名声在那里 不是说说而已 哼 真是一群废物 歪嘴青年继续挑衅 充满了嘲讽 可恶 我去一站 明城忍不住了 就要起身 明兄 等一下 对方是故意挑衅 想要试探我们的实力 何必终继 陆明一拍明成道 明成这才做下去 师弟 我看你不用多说什么 明明就是一群软蛋废物 你说再多 也没有人敢出手的 一个十方剑派青年叫道 一群垃圾 歪嘴青年叫嚣 欺人太甚 我今日就领教一下十方剑派诸位的高招 终于 江心殿有人忍不住了 怒喝一声 大步走出 是墨刚 他要出手了 墨刚乃是大五十六众的修为 在江心殿外殿 足以排进前二十 有他出手 足以看清十方剑派弟子的实力了 墨刚走出 江心殿弟子小声的议论起来 终于出来了一个有点胆子的 这样吧 我让你三招 三招之内 我不还手 歪嘴青年轻蔑的看着墨刚 可须你让 看招 墨刚大吼一声 手中出现一柄开山大府 规舞着开山大府 墨刚就向歪嘴青年砍去 开山大府展过虚空 空间如波浪一般抖动 这一斧头下去 就算是真的一座山峰 都要被批为两半 好 江心殿众人心里暗暗喝彩 这样的威力 看歪嘴青年怎么让三招 但下一刻 他们脸色僵住了 只见歪嘴青年手中战舰旋转 画出一个圆圈 一股无形的引力产生 墨刚的战斧劈在圆圈上 居然直接被弹开了 碰 碰 碰 同时 墨刚还倒退了三步 怎么可能 江心殿众人大惊 好厉害的防御武器 凝成脸色凝重道 拳击上屏武器 第二个层次 陆明心里低语 看出了对方的武器等级以及火候 还有两招 我说过 三招之内 我绝不还手 歪嘴青年冷笑 充满了清念 我就不信了 莫刚怒吼 又一斧头批出 这一斧 威力更大 但无用 依然被歪嘴青年一剑弹开 怎么会这样 这个歪嘴青年 难道是十方剑派中的绝顶天才 江心殿的人难以置信地叫道 他们怀疑十方剑派故意派出天才来打击他们 你们想多了 我告诉你们 我在十方剑派中 根本不入流 比我强的 不知道有多少 歪嘴青年淡淡地道 不可能 接我第三招 莫刚大吼 血脉爆发 熊壮的身体肌肉快快凸起 一斧头向着歪嘴青年劈去 这一斧头 莫刚用出了全力 爆发出最强一招 给我破 莫刚双眼通红 破 你破的了吗 歪嘴青年冷笑 战舰旋转 浑身布满了一圈圈见光 当 战斧砍在上面 火星四射 而莫刚 身体再次亮枪的后腿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莫刚大吼 简直难以接受 废物一个 给我死 失 剑光一闪 犹如闪电 快退 江星殿有人大喝 但莫刚刚才心神失手 此时反应过来 已经晚了 扑呲 剑光刺穿了莫刚的咽喉 莫刚大吼一声 倒了下去 莫刚 被击杀了 江星殿的人沉默下去 脸色凝重 还说不是废物 现在 事实摆在眼前 怎么样 如果不服 大可上来一战 歪嘴青年目光扫视 比尼四方 江星殿众人羞辱无比 十方剑派的其他弟子不屑地看着江星殿众人 真是一群废物 歪嘴青年目光扫视 最后落在十根望镜柱上 你 给我滚下来 歪嘴青年突然一指 第十根望镜柱上的白痴 白痴脸色一下子就僵硬了 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抱拳道 不知道这位师兄有何吩咐 态度谦卑 希望能博取对方的好感 这让其他人心里一阵不爽 可惜 歪嘴青年并不买账 可道 你算什么东西 师兄也是你叫的吗 马上给我滚下来 你的望镜柱 我要了 什么 你要望镜柱 白痴大痴一惊 脸色难看至极 你不要欺人太甚 望镜柱 自古以来 皇室与十方剑派就分配好的 这代表了皇室的荣耀 绝不能给你 另外一根望镜柱上 一个身穿黄袍的青年怒吼道 这个青年 乃是皇室中人 什么狗屁荣耀 今日 不给也得给 不给的话 我就打到你给 歪嘴青年冷笑道 白痴差点哭出来 左右为难 如果不给的话 很明显 就要对上十方剑派的弟子 但是给了的话 那他就是破坏皇室荣誉 江星殿所有人都会唾弃他 他以后再江星殿 休想抬起头来 此时他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早知道如此 他绝对不厚着脸皮抢占着根望镜柱的 白痴 你如果让出 你就是江星殿的罪人 我江星殿 没有怕死的 大不了一站 站不过 大不了一死而已 我精神上支持你 明成很不厚道的大吼起来 将白痴往火坑里推了一步 此时明成捏着嘴 差点笑出声来 我也精神上支持你 陆明也跟着大叫 支持你妹啊 谁要精神上支持了 白痴心里大吼 这陆明与明成两人摆明是幸灾乐祸 还请这位师兄请教 没有办法 白痴只能硬着头皮 向着歪嘴青年抱拳道 看来你是要较量一番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我知道你是江星殿十大高手之一 歪嘴青年冷笑一声 突然身形一动 向着白痴扑击而去 白蛇画龙掌 一掌画龙 白痴大吼 一掌拍出 第219章阿陆明下水 一条白色巨龙怒吼 扑向歪嘴青年 哼 见名声响起 歪嘴青年的剑气凌厉无比 一剑斩出 直接将白色巨龙的头颅斩断 白痴脸色大变 双掌不断挥出 白蛇画龙掌 一掌画石龙 十条巨龙飞舞 剑笑九天 歪嘴青年战剑斩出 剑气轰笑 与白色巨龙对轰 轰 轰 连续十声轰鸣 白色巨龙一一被击溃 杀 歪嘴青年战剑一挥 一道道晶莹璀的剑气 向着白痴暴斩而去 白龙画蛇掌 双背掌立 白痴大吼双掌再次挥出 吼白色巨龙怒吼 一下子凝聚出 二十条白色巨龙 吼笑的扑向歪嘴青年 白痴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 武技再进一步 能打出二十条白色巨龙 本来想这次找 明成和路鸣报仇的 现在却被逼施展出来 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 真是让人失望 歪嘴青年长笑 人剑合一冲天而起 剑气所过之处 白色巨龙一一溃散 白痴惨叫一声 身体向后抛飞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大口咳血 刷 歪嘴青年身形移动 落在白痴所在的望镜柱上 哈哈 从今以后 这根望镜柱 是我十方剑派的了 歪嘴青年大笑 该死 给我滚下去 之前那个皇室子弟大吼 唧唧歪歪 那你的望镜柱 也让出来吧 此时 另外一个十方剑派的弟子冲出 向着皇室弟子扑去 轰 轰 两人展开激烈的大战 这个皇室子弟 比白痴更强 但是十方剑派的弟子 也非常恐怖 只是十几招而已 皇室子弟就被轰得突血而飞 又一根望镜柱 被十方剑派夺去 怎么会这么强 这就是十方剑派的天才吗 江星殿众人绝望的想到 十方剑派那边 那些站在望镜柱上的天才 还没有出手呢 只是出来几个不知道排名 第几的天才 就连续打败了江星殿外殿 十大高手的两人 而且还是一面倒的战斗 这让江星殿众人心中骇然 士气全无 差距太大了 这要是进入血以秘境中 还怎么和对方抗衡 况且 对方的人数还是江星殿的三倍 什么十大高手 都是废物 我看就由我一路横扫过去吧 那个歪嘴青年嚣张无比 轻蔑地扫向江星殿十大高手的 其他八人 那八人脸色都微微一变 就算最强的那几人脸色都很凝重 他们就算有自信打败歪嘴青年 也怕十方剑派出来更强的 那就麻烦了 所以 一时间 他们没有人出手 陆明盘西坐于一旁 淡淡地看着 他加入江星殿不久 对江星殿并没有多少归属感 十方剑派再怎么轻念江星殿 他也没有兴趣出手 他来此 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取血以之卵 换取炼血丹 他才不想无缘无故地惹来一身麻烦 你们不要嚣张 我江星殿有一人 绝对能横扫你们 一旁 白痴忽然大叫起来 嗯 所有人都是一愣 看向白痴 不明白白痴为什么忽然变得强势起来了 敢这么和十方剑派的人说话 饺子 你找虐不成 歪嘴青年看向白痴 白痴一咬牙 道 我说的是事实 你十方剑派再强 也难抵此人 你说的是谁 叫他滚出来 歪嘴青年冷喝 是他 白痴忽然一指露鸣 抓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露鸣 露鸣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这白痴 居然想借刀杀人 该杀 就是他 他名为天云 乃是江星殿的绝世天才 他杀你 绝对在十招之内 白痴对着歪嘴青年大叫道 十招杀我 可笑 我看你是疯了 也罢 睁大你的狗眼 仔细看着 看他如何识招杀我 歪嘴青年冷笑 随后看向露鸣 站舰一指 道 小子 滚出来 与我一站 白痴嘴角泛起了冷笑 眼中闪过得意之色 他暗暗佩服自己 只是几句话而已 就把露鸣拉下水了 对上十方剑派 看你怎么死 白痴冷笑 露鸣眼中冷光一闪 慢慢的起身 他虽然不想惹麻烦 但也不怕麻烦 蠢货 这是露鸣对歪嘴青年说的第一句话 什么 你说什么 歪嘴青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蠢货 那个白痴很明显是借你的手对付我 这么明显的事情 你都看出来 你不是蠢货是什么 露鸣呵斥到 就像呵斥一个小孩子 歪嘴青年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本来已经歪了的嘴 气得更歪了 大吼起来 找死 小字 砸碎 你死定了 我不管什么原因 就凭你这句话 你就死定了 叽叽歪歪 那个白痴有一句话说对了 杀你 只要十招 不 三招就够 露鸣冷冷道 不远处 白痴一阵咬牙切齿 露鸣左一句白痴 又一句白痴 叫得非常顺口 让他差点气吐血 哼 天云 你面对十方剑派还敢这么嚣张 看你怎么死 白痴心里大吼 杀 歪嘴青年大吼 杀鸡暴闪 再也忍受不了 向着露鸣杀来 剑笑天下 歪嘴青年一出手就是杀招 璀璨精明的剑气向着露鸣暴战而去 露鸣淡淡一笑 震腰枪出现在手中 一枪爆扫而去 空 长枪扫过 空间剧烈的抖动起来 空气一下子被抽爆了 发出恐怖的音响 甚至由于长枪速度太快了 与空气摩擦 带起吃热的火焰 长枪未到 恐怖的气爆之力 就将歪嘴青年的剑气击爆了 怎么会这样 歪嘴青年瞳孔急剧收缩 露出惊恐之意 身体向后疯狂的后腿 同时战剑急速旋转起来 施展出那种防御性剑法 这一刻 十方剑派那些站在望镜柱上的天才 一个个脸色都是一变 炮墙的威力 有人低语 没想到江星殿 还有一个像样的天才 扬在天眼中露出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但也仅仅是一丝罢了 东 露鸣的长枪 狠狠抽在歪嘴青年形成的剑圈上 瞬间发出一阵刺耳 难听的轰鸣声 而后 歪嘴青年眼珠暴突而出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向后狂退 第220章击碎了 天云要胜了 江星殿有人大叫 激动不已 众人没有想到 露鸣居然如此强悍 仅仅只是一招 就以蛮横之势 将歪嘴青年抽飞 打得大口吐血 第2招 冷冷的声音从陆鸣口中传出 陆鸣攻势不停 第2枪跟着暴冲而出 轰隆隆 长枪抽过 空间发出剧烈的抖动 害人不已 这一枪的威力 比上一枪更强 歪嘴青年惊骇欲绝 嘶吼一声 爆发全部的力量 全力施展那种防御性武器 战舰旋转 一个接一个舰圈出现 浮现在歪嘴青年身前 给我挡住 歪嘴青年双眼通红 口中嘶吼 咚 弹 长枪扫过 所有的剑圈瞬间崩溃 长枪直接抽在歪嘴青年的战舰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 歪嘴青年的战舰碰的一声 居然炸碎开来 歪嘴青年惨叫一声 浑身骨骼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 骨骼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第三招 杀你 冷酷的声音再次发出 不要 歪嘴青年大叫 大胆 助手 持方剑派一根望静柱上 一个青年大喝 但 怒鸣长枪不停 化为一道电光 从歪嘴青年的心脏洞穿而过 咚的一声 定在地面上 你 你居然敢杀我 歪嘴青年发出一声不甘 难以置信的怒吼 我说了 三招杀你 就不会有第四招 露鸣冷冷道 歪嘴青年眼中露出惊恐无比神情 发出不甘的一声大吼 没有了气息 吃地 大胆 你居然敢杀我十方剑派的天才 找死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此周 一个个十方剑派的弟子大吼 目露杀鸡 出手 先费了他的胸围 然后我要打断他全身的骨头 把他吊在江心殿大门口 让所有人知道得罪我十方剑派的下场 依旧是那根望镜柱上的那个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头青色的长发 邪魅无比 此时冰冷的丁卓露鸣 冷冷的开口 当然 其他望镜柱上的天才 也非常冰冷的看卓露鸣 只是没有开口而已 坑 坑 金发青年的话音落下 在露鸣周围 起码有二十几个十方剑派弟子 长剑出窍 一道道剑气闪耀而出 杀 二十几个十方剑派弟子一起出手了 狂暴的剑气 二十几道狂暴的剑气 瞬间将露鸣淹没了 揽月 长枪横扫 发出恐怖的呼啸 二十几道剑气瞬间崩溃 给我滚 露鸣大吼 如盖世魔神一般 手持长枪 冲击而上 轰 轰 连续响起了二十几声轰鸣 二十几个十方剑派弟子被轰飞 大口可血 全场的人心理狂震 太强了 露鸣太强了 简直就是碾压 对方毫无抵抗之力 二十几人 在露鸣面前 如婴儿一般脆弱 江星殿 怎么有如此高手 十方剑派有许多心理大吼 就连羊在天眼中都多出了一丝凝重 刷 露鸣一步跨出 直接出现在轻发青年的头顶 俯视轻发青年 给我滚下去 露鸣长枪暴冲而下 非常直接霸道 找死 轻发青年冷喝 手中出现一把青色的战剑 一剑斩出 一头如十字的青色巨熊幕后的扑向露鸣 青色巨熊双掌有一张桌子那么大 连续拍向露鸣 轰 剧烈的爆炸发出 青色巨熊直接崩溃 长枪继续砸下 怎么会 青发青年眼中闪过难以置信之色 他乃是绝顶天才 在十方剑派中东赫赫有名 绝非其他一些弟子可比 有资格占据一根望静柱 就足以说明一切 他本来以为 就算露鸣再强 他也可以一战 但一交手 他发现他错了 错得离谱 他根本不是对手 他直接被狂勇而来的力量击飞了出去 轰 露鸣的长枪 直接轰在望静柱上 轰然间 这根望静柱被击成粉碎 静 这一刻 现场猛然安静下来 空间好像在这一刻凝固了 但想之后 才发出一阵惊天怒吼 大胆 大胆 你居然敢毁我十方剑派的望静柱 你死定了 杀 一定要杀了他 将他错骨扬灰 几乎所有的十方剑派弟子都大吼起来 望静柱虽然没有什么用 却代表了十方剑派的脸面 鹿鸣击碎了望静柱 就等于当众打所有十方剑派弟子的脸 他们如何不怒 就连羊在天 还有其他几个一直非常淡定的十方剑派青年 都脸色阴沉的看着陆鸣 空 空 连续五六道强大的气息 压向陆鸣 是 陆鸣脸色微微移动 这五六个青年居然都领悟出了事 十方剑派果然天才如云 大武师七重以下 居然就有五六人领悟了事 能在武师进领悟事的 那是万中无一 少之又少 但 就算是在大武师之进领悟事的 那也是非同小可 绝对是非常难得的天才 天 十方剑派居然有这么多人领悟事 天云完了 他就算再强 也不是这些妖孽的对手 江星殿有人大吼 空 十方剑派六个领悟事的天才 气息齐齐向陆鸣压来 陆鸣脸色一动 就要爆发是抵挡 助手 这时 一声大吼传出 天空中 红发老者急速飞来 身上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十方剑派六个青年天才的事被挡住了 红老怪 你干什么 想对我十方剑派的弟子出手吗 老夫陪你过两招 紧随其后 秋无智也到了现场 秋无智眼光四下一扫 当看到那根被击碎的望静柱时 脸色大变 阴沉下来 喝道 是谁 击碎了望静柱 长老 是那个小子 他还杀了虎师弟 有十方剑派的弟子指着陆明叫道 小子 你敢击碎我十方剑派的望静柱 还杀我十方剑派的英杰 找死 秋无智大吼一声 一掌向陆明拍来 五宗静的强大实力展露无遗 一掌如山月 压向陆明 空 红发老者也动了 一拳轰出 挡住了秋无智的掌力 空老怪 想开战吗 秋无智怒吼 秋无智 你十方剑派也杀了我将心殿的一个弟子 刚好扯平 而击碎望静柱 大战之中 刀剑无眼 这怪不了谁 红发老者非常强势 挡在陆明生前